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失职 对此是否是发表声明 表示这相关的案件仍在处理当中 一定会依法开罚 议员的指控是和事实不符的 28号上午 市议员朱真瑶再次针对沙石厂和土资厂 违法扩大厂区一案 召开记者会 并在现场贴出相关公文 以及沙石厂的实际比对航照图 质问相关主管机关是否失职 太阳沙石厂25笔土壁违规紧 只有财罚5笔而已 那又因为加了1公顷 紧占了违规使用面积的三分之一 业者至今仍未改善 主管机关也未连续开罚 八间沙石厂办理展研时 各全车机关审核 都需要现场去勘查 却没有提出意见 并且审核让它通过了 明显是包庇行为 这是不是需要彻查违法的事情呢 面对议员指控 出席的建设管理处处长邱英哲 则表示 若查出有违法事实 自会开罚 但无法忍受新闻稿标题 将自己先前讲过的话 以花揭幕 违法就处罚 不会放水 不会包庇 不管是金发局 主管的八家沙石厂 或者我们建管处 主管的四家土职厂 有违规就处罚 市政明确就依法裁罚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第二点就是 就是这个标题的问题 我保证的合法 跟今天讲的扩大厂区这件事情 完全是两回事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指控 当初保证合法这种用说法 是在指去年10月15号的记者会上面 议员提出 到底要不要处理 在土职厂 沙石厂增加收容处理场所 或者土职厂申请 或者展研的时候 要不要去审查150公尺以内 有没有五户住家的问题 新闻处长詹赫顺 则在下午发布声明表示 先前相关检举 市府皆已经在处理中 议员的指控与事实不符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桃园市桃园分局 透过在春节前夕 举办防墙演练 并且是结合时事加入了防疫工作宣导 期望要提升民众对于金融机构 治安的维护关注 而整个演练的过程当中 因为运作流畅 也让一旁的民众直呼 真的超逼真的 有两位意图不给的男士 骑车到银行门口 鬼鬼祟祟的准备进入 两名歹徒趁着银行即将关门之际 骑乘摩托车持枪抢劫 并在得手现金后随即骑车逃逸 不过才刚上车就马上遭警方压制 而这一切全都是桃园分局 所举办的防墙演练 整个过程也让一旁民众直呼超逼真 很像电影里面 很像真实一样 因为我也没看过真实的 我刚刚要正好从对面要过来 很写实 就像真的一样 桃园分局会加强重要节日安全会务工作 确保新年假期时间自然平稳 今日结合华南银行北桃园分行 实施金融机构的防枪演练 那本次的中华节日安全会务工作的 日期是110年2月3号 起至2月17号止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 为了有效遏止强盗 抢夺等重大刑案发生 并提升民众对于金融机构 治安维护的关注 因此特别在年节前夕 举办防枪演练 并结合时事 加入防疫工作宣导 借此倡导全民共同防疫 因为年节将是 那当然就是在民众的 金融的一个使用上会比较 频率比较高 所以原则上我们在年节前 都会办理相关的一个防枪宣导 加深民众的一些观念 那也是可以让民众 如果有任何的提款需求 大量金融需要都可以 请警方一同配合来做一个 协助一个护操的动作 本次的演习的目的 重点是让行员跟警方 可以熟悉相关的防枪流程 然后加强共同打击犯罪的效果 而且因应最近的一个日期延峻 所以我们特别加入了一个防疫工作宣导 倡导全民可以共同有防疫的目标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桃园分局透过在春节前夕 举办逼真的防枪演练 不仅要确保春节假期 自然平稳 同时也呼吁民众 如果要提领大量限操 可先行申请护操 借此让民众安心提领款 平安过好年 记者 王宗宗宗 团报道 位在卢竹市中心的南侃福德寺 每年都会在春节前夕 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 而今年南侃福德寺 为了要因应新冠肺炎的疫情 透过了采取人潮分流的方式 来发放物资 期望能够透过如此 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一起回馈社会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一位为的民众 井然有序的排泄队 并测量体温准备领取南侃福德寺 所发放的寒冬送暖物资 而他们在领取完物资后 不仅觉得心暖暖 同时也非常感谢社会大众的爱心 物资也很好啦 因为物资是大家的爱心嘛 也很方便 但是因为疫情啊这样子 我们领红包的话会比较直接 对 就不会说还要贴大包小包啊这样子 就觉得还不错啦 对啊 他这个就 就想说来领一下这样子而已 对 位在卢族区市中心的南侃福德寺 每年都会在春节前夕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而今年南侃福德寺 为了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并避免群聚感染 因此也特别采取人潮分流的方式 来发放物资 要确保民众的安全 以往呢我们就是送白米啦 沙拉油啦这样一些民生物质 因为这种东西都有期限 所以他们一般来讲都有很多单位的受证 所以他们吃不暖很容易坏掉 我们委员啦 开会决议就是用发放旅件的方式 这样比较适合 他没有期限 他们需要什么就可以去买 这样就不会浪费掉一些物资 每一年大概有100位左右的低收入户 我们在做这样的 帮助他们让他们过个好年 南侃福德寺 为了让民众可以充分体会 社会大众的爱心 因此今年有别遗忘 投国将白米沙拉油等物资 改为发放礼券 不仅要让爱心没有使用期限 同时也借由活动抛砖引玉 期盼有更多人一起回馈社会 记者文章军台报道 桃园市大西区甜心国小六年级的学生 简冠和 虽然是罹患了肌肉萎缩症 但勇敢的他没有被病魔打倒 反而是拿起画笔 向旅美工艺画家刘玉蓉学习 校方为了鼓励简冠和 特别是请他挑两幅最喜欢的画作 并且是复制贴到厕所的外墙 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不畏困境的精神 走进甜心国小的走廊 会发现有一面墙格外引人注意 这是校方将六年级简冠和的画作 复制到厕所墙面 虽然简冠和患有肌肉萎缩症 但自从接触绘画后 整个人也如同色彩缤纷的画作 既活泼又可爱 这幅画是我和校长还有设计师讨论的 我把这两个并起来 这里有爸爸妈妈妹妹还有九个 大家一起起脚踏车 我喜欢这两幅画 因为这两幅都有快乐的戏 我想把快乐的戏 不带给学校里的所有人 因为他一开始以为 这个画是要送给学校 那后来我就跟他解释 然后最后他有两幅画 完全无法抉择 后来我们就灵机一动 就说那是不是把这两幅画 合在一起 教室里满满的作品 全都是由简冠和一手包办 虽然必须依靠轮椅才能移动 但是他从未轻言放弃 反而执起画笔和旅美工艺画家 刘玉蓉学习 看着一张又一张的奖状就知道 简冠何有多沉浸在自己的画画世界中 我很喜欢这幅画因为上面的笑调很可爱 但是我画的画就是他们在照着 我很喜欢这幅画 然后这幅画画了三天 我想分享给你们 拜拜 为了鼓励简冠何同时 让其他学生也能学习不畏困境的精神 校方除了将画作复制到学校的无障碍厕所外墙 也印在桃园市的文旋上 希望简冠何可以在绘画的领域中 活得更精彩与快乐 记者有家于桃园报导 龙华科技大学和桃园市龟兽社区合作 进行一场生态保育计划 而该计划的重点就是要富裕适合 萤火虫栖息的生态环境 同时邀请社区居民共同来参与 及释放水生型萤火虫的幼虫 在野稀当中 共同守护萤火虫的生长 来到龟山区的五贤宫附近 会发现有一处萤火虫富裕基地 就是透过龙华科技大学USR计划 进行一场生态保育工作 借此培养生态保育的意识 同时也实践大学的社会责任感 就透过龙华科技大学的社会责任 他们一个叫施教王教授 也一同去拜访我们的丘老板 然后他就找到我们光宫陵的五贤宫 下方这个比较潮湿阴暗的地方 也减少也没有光害的地方来富裕 他认为说可行 然后事半了一点 结果成效还算不错 由于萤火虫的生长条件严苛 因此多亏民众无偿提供土地 让荣华科技大学能选在位于塔辽坑溪上游的龙首社区 作为生态指标的基地 并从106年开始富裕 也和李明共同野放幼虫至今逐渐看到成果 因为黄云影它的幼虫需要腐化大概9个月 才能变成成虫 所以我们来野放的过程 可能有富裕了好几千只的萤火虫 的幼虫 然后在今年的4月到9月间 我们山上会陆续看到很多的萤火虫 闪闪发亮 这就是我们在这边野放成功的案例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发展 萤火虫的栖息地逐渐受到破坏 因此富裕工作显得格外重要 不管是社区还是学校都希望能够成功富裕 让萤火虫回到塔辽坑生长 达到富裕休闲与教育的目的 记者游家宇桃源报道 牛羹福田四季春 牛转乾坤开鸿运 大家好 我是桃源市议员谢美英 去年全球饱受疫情所苦 期许今年疫情退散 牛市再现 也祝愿大家新年度诸事大吉 牛气冲天 最后祝名牛年新花放 才多生健壮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源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源 这是热闹丰富裕的桃源 活力之都希望桃源 因为有你的餐饮 桃源越来越好 我宜饭